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先讲一下模块一诗 合同管理 合同管理我们经常给大家讲过 合同是一块砖 哪里需要往哪里搬 它的案例题其实逻辑性不是很强 它的案例题主要是偏 主要是爱心偏记忆 在合同管理上既然它是一块砖 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 如果有的时候它的缺口比较大 案例题分子缺口比较大 这时候这个砖叫多班计划 比方说在19年二件的80分的案例当中 考了26分合同 但在19年一件考试当中120分 它大概就考了一份5分左右它的合同 但在17年的二件当中 大概合同考了20分左右 所以合同这一块 它就是我说的一块砖 这时候它考试的话 它的考点比较多 它要背东西也比较多 所以这个东西平时自己看 东看看西看看不好去背 因为内容比较多比较散 所以把它进行分门别类之后 通过这种分门别类 我把合同分成15类 40个高频考点 考点还是那些考点 还是我们经常看那些考点 但将这些考点改成全分门别类之后 方便进行记忆 好 这15类考点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首先考点 招标文件的文件组成 在一年二件的案例三中 这样讲的 根据题目背景 指出投标文件的组成 它包括哪些类呢 投标文件组成 包括投标函几付录 投标委托书 还有项目管理机构 施工组组设计 资格审查资料等等 少了两个最重要的 一个是清单 一个是图纸 所以在这个投标文件当中 少了一个是投标文件 还有一个是清单 少了这两个东西 所以在这个投标文件组成当中 它还要有投标保证金 和以标价的工程量清单 好 第二个考点一逼 就是我们的合同组成 合同组成这个地方考得很频繁 在今两个讲了 合同包括协议书 中标通知书 投标函 专用合同条款 通用 技术 图纸 清单 这些东西不但是合同 它的组成 还是它合同 它执行的优先顺序 解释的优先顺序 好 这要你们考完之后 给大家看一道模拟题 某水里工程 投标函 工期是280天 协议书中的工期是240天 这个工期到底是多少天 这手就要用到我们前面手术这个东西 这个不但是合同组成 还是它的先后顺序 它解释的先后顺序 先是协议书 再是中标通知书 本题在讲中先是协议书 所以本题的工期是240天 好 这是考点一 就给大家讲到这个 先讲一下考点二 甲方则 首先看一下考点二A 甲方则的开工通知 这就属于砖头性的案例题 不需要什么背景的 先要考记忆 就是 由于承包的原因没进现场 不能如期开工 监理通知承包人交言误报告 问题 在时间一种 承包人收到监理通知 多少天交言误报告 七天 交言误报告之后 言误报告包损内容 第一 不能进场的原因 第二 补救的措施 这是考点二A 甲方则人的开工通知 再看考点二B 甲方则人的提供施工场地 提供施工场地的范围图 应该包括什么内容 包括范见 范围和界限 那施工场地有关资料 包括什么 两图一报告 地质图 地下障碍图 以及相关报告 这个也是一块专的题目 背景简单描述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题目其实跟背景关联其实并不特别大 主要是靠你的记忆 好 测看甲方则人的甲贡财 甲方则人的甲贡财 这条实骚题 甲贡财在合同中除了有名称价格扣除方式 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时间地点人物中的交财时间交财地点 还有保管费中的价格和数量 还有质量品种产品品种名称规格 这是它的甲贡财 它包括哪些东西 这种题目主要是考记忆 好 再看甲方则的第四个考法 接你二十小时 这个是我编到模拟题 下课自己去看一看 好 甲方则人甲完之后 加下乙方则人 乙方则人第一个考点 考点三A 就是履约担保 履约担保 它在当中 履约担保这时候是10% 不是15% 所以在这当中 这个比例太大了 好 第二个 考点三B 项目经理的要求 这个点考都考烂掉了 就是项目经理 换项目经理怎么做 还有短期离开工地怎么做 这道题目 在最早考16年的 二级难理题 17年一级又考了 这个答案自己看 不讲了 然后呢 在19年二级又考了 好 这是乙方则人 项目经理他的要求 那么在乙方则人当中 他考点三C 就是乙共财 乙共财在买的时候 在念搜的时候 应该有什么职责与程序 在买的时候 要进行审批 要进行提交 审批是供货人 品种 规格 数量 供货时间 提交 质量 证明文件 而且满足 约定的质量标准 然后呢 在念搜当中 承报人 应按照合同约定 和监理指示 进行抽样检验 检验结果 提交监理 承报呢 还要会同监理 共同进行交货年收 做好记录 鉴定合格 残忍入库 这 这种题目 主要是考记忆 这种题目 这种记忆 多如牛毛 所以大家在这种记忆的时候 跟我一样归类 这些东西 通通都是贵在 记在乙方责任当中 好 讲完了甲方责任 讲完了乙方责任 还有些事情是 加乙专方都有责任 这时候你的第一件事 要进行辨别 第二件事 要知道如何进行处理 第一个 我们看考点4A 我们的发报人 承报人 义务的识别 比方说 一年一件的案例是 他说 有一下七个条款 七个条款中 谁是乙方的责任 谁是乙方的义务 这时候 这个乙方的义务 在做这种题目当中 一定要掌握这种套路 这种题目是 多选题的案例题 做这种题目 如果有把握 你就多选一点 没有把握 不选 永远是对的 在本题当中 是乙方责任是 负责开工报告 甲方责任 提供临时用地 甲方 乙方想做 也做不了 no 负责编制 现场安全医院 甲方想编 他也编不了 这是乙方要做的 负责管理 占股价 承包人 这个不知道 先放这边 组织 军工验收 技术鉴定 有组织 这两个织 一般都是甲方去组织 而不是以防去组织 只有少数的几个 比方说专家论证 是以防去组织的 好 再看第六个 提供预付款担保 预付款担保 是王健林拿点钱给农民工 怕农民工跑掉 要农民工压身份证 所以这时候提供身份证 这是以防的责任 没问题 好 再看 负责第三方责任写 这个保险 会做 就做 会做 万个案写个问号 所以在这当中 这以防责任很明确的 三跟六是以防责任 本题的答案 四跟七也是以防责任 但这四跟七 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很有把握 你就选 如果你没有把握 拿两分也不错呀 这样子 如果你假如这样是错的话 这你这时候就一分都拿不到 所以呢 像这种题目 就是多选题 如果没有把握 不选永远是对的 这个四为什么是对的呢 我给他翻译一下 这个战股价项目承包 我们可以理解为 是个分包 我们可以理解为 本承包的一个总包 总包管分包 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所以总包管分包 不是总包 这时候不是总包责任吗 总包不就是以防吗 所以呢 这时候我们这样来理解 这时候发现 四也是对的 但是我们课后 我们考后敢这样分析 考前 不知道在考试当中 你敢这样来写吗 你不敢 所以这个东西 这种多选题没有把握 不选永远是对的 虽然本题答案是三四六七 好 这是关于我们的考点是谁 那么再看考点4A的第二道题目 就是18年二减的一道多选题 它题目跟这完全一样 指出以下这七个是以防责任 是组织单纹是两平地 组织由组织一般来讲 都是那个甲方责任 这个教材也没有写 所以责任不要写 第二个组织设计交底 这肯定不是以防责任 第三个提出变更建议 以防责任 第四个提供变压器 这肯定是甲方责任 第五个提供支付宝涵 这个写得特别坏 我们前面讲过 预付还宝涵 是 王健林拿笔钱给农民工 怕农民工跑掉 要压农民工的身份证 现在这个支付宝涵 支付宝涵是农民工 帮王健林在干活 怕干完活之后 王健林跑掉 不拉钱给他 他这农民工 要收到王健林的身份证 这时候这个支付宝涵 是甲方责任 而不是以防责任 出的特别的坏 好 原权六 负责施工控制网 这个是以防责任 但是在控制网之间 有三基 三准 随准点 基准点 这个手是甲方的责任 好 第七个 保持项目性的稳定性 这肯定以防责任 所以本题 属于以防的责任是 第三条 第六条和第七条 虽然答案有第一条 但是建议不要去选 因为这种题目 它就是多选题 当你没有把握 不选 永远是对的 本题的评分标准是 每题四分 答条款续号和内容均可 好 这是这道题目 在加以双方责任的识别当中 再给大家看一道 一二年的题目 这道题目可以跟后面的索赔 结合在一起来考 但我们看他这种责任 他的明确 他这样的 他说 本工程一月份到四月份 进行土方开挖 第五个月 进行混凝土交注 混凝土交注 它的半核站 它的调时间 要有一个月 工程开工 就承包人 根据批准的网络计划 组织它的设备 其中包括什么 挖掘机 突吐机 这些汽车 半核站各一套 建议单位发售开工 那工程实施过程中 发生了以下事情 由于真地工作 受阻 使土方开挖 滞后了一个月 承包人提出了索赔 监理人签收索赔 之后 承包人提出索赔 他索赔了两台挖掘机 两台挖掘机 十台即是自协汽车 和一台半核站 一个月的闲置费用 他的问题就来了 这个索赔要求 是否合理 合理 然后呢 索赔的费用组成 是否合理 并且分别说明理 这时候就看 加以创邦责任 在本题当中 在本题当中 这时候 这个半核站 一个月不太合理 为什么不太合理 这个结合网络图来看 这个半核站 它应该是有 那个三个月的 三个月的总时长 对吧 也就是说你第一个进场 第二个进场 第三个进场都可以 你只要调试一个月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 它 我有三个月总时长 你真正你要进行调试 我不管你是哪个月进行进场的 你真正调试 也是要从第四个月 四月一号开始进行调试 我不管你哪个月进行进场 所以这时候 你的这个闲置 跟我没什么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个索赔的费用 不太合理 不太合理 就是这个费用 不在事件一的影响之内 好 这是关于考点4A 加以双方 责任义务的试别 下面看 考点4B 合同争议的解决办法 合同争议的解决办法 由 第一 协商 协商不同 协商不妥 提交争议评审组进行评审 再不妥 打官司 重财诉讼 这是合同争议的解决办法 在这合同争议的解决办法当中 不要把它跟投标的有效维护 投标的权益的方法 把它搞混来 这道题们考得特别的坏 我不记得是15年还是16年考的 我不记得了 15年16年同时考了 合同争议的解决办法 和维护投标权益的方法 因为这样一种方法 都有仲裁诉讼 使得很多人在同一年考的 根本分不清楚 所以这个做个对比 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他们有什么不同 好 这是我们的考点4B 加以双方责任 合同争议怎么进行解决 好 再看考点4C 不利物质条件 不利物质条件 要跟不可抗力 要跟补充第三 把区别开 不可抗力 就像说 12年的案例 暗波开挖当中 遇到淤泥层 该情况 发报的地质料中 没有反应 全包人即使向发报人 和建立汇报 并且采取的措施 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做法 碰到这种事情 首先止损 采取措施 F工作实际持续了40天 全包 当然这个题目 少了一个条件 F工作 它是关键性 全包人以不利物质条件为由 提出 工期和费用的要求 发报人认为 这个案不可抗力 已经处理 只同期 只同意 延长工期 补偿部分费用 不是全部费用 这个题目 出的蛮鬼 蛮坏的 我们理论上来讲话 我们考不利物质条件 我认为应该考 等一下发生这种事情之后 谈索赔 怎么索赔 赔钱 赔工期 但这个题目 它不是考 它谈索赔的事情 是考不利物质条件 和不可抗力 它的对比 要你说明 本题是什么东西 而且要你说明理由 本题是不利物质条件 你要说明 它为什么是不利物质条件 你叫首先说明 什么叫做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 叫做三不 不可避免 在当中 那么 这个时候不可 不利物质条件 叫三不 不可避免 不可预见 不能克服 而不利物质条件 虽然是不可预见 但是可以避免 可以克服 怎么避免 怎么克服 这时候你贪看费 多花点钱就可以 就可以克服 就可以避免 所以这套题 考得非常的鬼 以前的不利物质条件 我们印象当中是考 我们等一下 怎么索赔 怎么索赔费用 怎么索赔 那个工期 但这个题目 实际上它是考 不可不利物质条件 和不可抗力 它的对比 这首先你要知道 什么叫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 叫做三不 叫做不可避免 不可避免 不可克服 本题是不利物质条件 不可预见 因为谁也不想 抵抗一些运营层 但是可以克服 可以避免 好 这是关于不利物质条件 出的比较诡异的 答案一提 好 最后再看 加以三方责任的 施工控制网 施工控制网 大家就注意 我们的基准线 是甲方责任 但是施工控制网 是乙方的责任 这时候在18年 考过这样一道题目 这个题目 逻辑道理比较简单 自己做一下看 我就不见了 好 最后再看 加以三方责任的 补充地质探 看 补充地质探 谁的责任 我们讲过 谁都没有责任 就看为谁补充 为谁服 在10年一建战考的 为倒立 为违宴进行补充 违宴是临时工程 临时工程 这时候乙方出钱 甲方一分钱都不会出 所以这个为零 往后再 07年一建 考了个积坑降水 积坑降水 也是临时工程 所以一分钱都不出 这是关于补充地质探考 好 这是关于考点四 我们应该讲到这样 先看一下 考点五 进度管理 首先考点五为 开工报声表 这又是一块砖 不考别的 考记忆 开工报声表 包括什么类伦 开工报声表 包括两个类伦 工期 进度安排 还有 施主 弱势情况 施主 包括人 财 鸡 还包括 四通一瓶 加零食 这个要背 这个15年考了 不排除经营 重新考不一遍 第二个 就是考点五B 在进度管理当中 接你未下达书面 申请24小时 在13年一建 这样考的 在机电设备 安装区间 当地群众 比较彪悍 因为征地补偿款 没有及到得到兑现 拒纵到工地 阻挠施工 挖断了道路 此时你是不可能做得下去 但之后 监理又找不到人 之后监理大卫 没有做出 暂停施工的指示 经当地政府协调 事情得到了解决 进行复工 针对以上事情 承包人在展提之中 指示 应该履行什么程序 第一个 承包人 要立即向监理 做书面行申请 书面报告 监理如果24小时 未予答复 是为同意了 停工的要求 这是一道实操体 这是13年考的一道题 好 讲完了考点五 进度管理之后 先讲一下考点六 价格调整 价格调整 有两种考法 考4.6A 考计算 这时候就考 这套这个工资 考计算 考计算 前面给他讲过 就是这个计算 要求这个德塔P 等于 定值权重 加变值权重 限价 除以基价 关键是 这个东西是什么 正在经讲课讲了 它是三百万元 不包括这预付款的扣回 这个变更要分类 变更如果是老价要加进去 如果新价就不要加 本题未按限价来进即将 这是老价要把它加进去 这是那个考计算 再看 考点 考点6B 就是考计计 考计计的话 就是要考每个字母 什么含义 还有考什么东西 还有比方 去年考的 这时候价格调整 要进行哪些约定 约定的话 这时候它怎么进行约定的 这个考计计的话 这是6B 考计计 这个6B考计计的话 我自己去做一下 好吧 这个点因为去年刚刚考 今年科考型并不特别大 自己稍微了解一下 好 这是考点6 价格调整 就该讲到这些 下面看考点7 计量 计量的话 首先考点7A 单价值 单价值 上次讲过 这些极为经典的问题 今年如果考计量的话 考单价值的话 仍然是考这套题目 在这套题目当中是这样的 首先鸡坑降水 这个时候 这是不立即的条件 这三个方面不会加进去 马上说 这两个都是单价计量 单价计量 合同中的工程量 只是一个估算的工程量 实际完成的工程量 才是最终结算的工程量 而不是以它来进行结算 好 再看 单价值目进行计量 合同中的工程量 是一个估算的工程量 实际完成的工程量 才是最终结算的工程量 实际完成 并且按照约定的计量方式 计量的工程量 才是最终结算的工程量 在约定的计量方式当中 不可避免超挖这一千方 已经包含在工程单价里面去了 它是不会去算量的 已经包含在单价里面去了 所以最后它的量是一万一千万万 所以这个题目出的极为的精彩 语言圈二 不可避免超挖 不记录 因为该费用已包含到工程单 原权三 合同中的工程量 只是估算的工程量 结算的工程量 是实际完成的 并且按照事先 约定的计量方式 进行计量的工程量 考得极为的精彩 这道题目 好 是关于单价值目 这种单价值目 如果今年考 仍然是考 类似这样的题目 好 单价值目讲完 现在讲一下 总价值目 讲四道题目 第一道题目 18年二减的案例三 它讲这是一个总价值目 它问你填工程量干嘛 总价值目填工程量 是 它实际每月完成的工程量 是进行无必要控制 和进度支付的依据 这刚考完四周 大部分学生 在网上写了一个单 他们考完四 在网上跟我交流一个单 这个单是错的 总价值目 填工程量的目的是 1月1号 我填的工程量填这么多 最后这个项目 在6月3号做完 假如说这个工程量是100方 6月3号 他这样说这个房 所以说120平 这时候请注意 1月1号 总价值目 1月1号填成的工程量 100方 只有100平 就是我6月3号 最终结算的工程量 100平 跟这个东西没有关系 这个时候 这是总价值目的工程量 总价值目 它越要填工程量 就表示这个工程量 就是你最终结算的工程量 但要加上一个定义 除变更外 如果要用黄色的这个回答 怎么进行回答 好 我这个黄色的回答 我等一下给它编一道模仪题 好 看第二道题 在进行 措施项目进行编的时候 维研工程 我在编这个东西 还是通过单价 从以工程量去编的 这时候 假如7块钱一方 这时候 我将原来图中12000方 变成了1万方 这我投标总价 变成7万块钱 但我自己在编这个造价 算是单价 从以乘以数量来编的 但是一旦写到 措施项这个清单当中去了 这个时候发报了 是不看你的单价 不看你的总价 只看不看你的单价 不看你的数量 只看这个总价 而且1月1号 等下签合同当中 这时候这7万块钱 就是你1月3号 最终结算的7万块钱 结果该工程 在10月份完工 结果做了13000方 13000方吃你7万块钱 等于9万块钱左右 那最后它的问题是 在413中 违宴结算 费用是否正确 不正确 理由是 正确理由是 这个理由 我觉得写的不是很 不是很精准 我觉得我答应更精准 理由是 措施项是总价承包 总价承包 它的工程量 在月要填的工程量 是除变更外 这是在6月3号 最终结算的工程量 所以月要填了1000方 最终结算就结算1000方 而不管你是干了多少 所以这个题 这个题目是这样来写的 好 讲完这个题目之后 先讲一下我编到题目 这个题目就要解释一下 刚才这句话 我们就来解释一下 这句话 什么意思 这套题目是这样的 某税动开挖 为总价承包 投标报价200万元 工程量2万方 工程单价单方开挖 100块钱 该税动5个月内完工 计划每月完成 那个4000方 好 那么每个月完成4000方 每个月就是40万工程款 这是一个总价承包 实际每个月完成了4000方 5000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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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第二个月付了50万的工程款 比原计划多付了10万 实际最后一个月干了5000方 但只付了10万方元工程款 比实际比计划少支付了30万 请说明第二个月50万元 和第五个月10万元支付的理由 这时候第二个月支付50万 实际为总价承包 虽然总价承包 本工程它的工期 这个工期涉及到1月份 1月1号到5月3号 总价承包 这时候它是这样的 总价承包 承包了每月完成的工程款 它可以作为每个月 目标控制的依据 怎么作为每个月目标控制的依据呢 因为我总目标是2万方 我这个时候干了 那个5000方 我就干了2万方的15% 这我就可以作为进度控制的依据 那通过这个工程量 我不但可以成为进度控制的依据 我还可以作为支付的依据 这个月我虽然总价是给你200万 但是我第二个月到底是给你1万块钱呢 还是给你100万呢 还给你150万呢 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进行控制 所以呢 我们的第二个月支付50万 这时候就是总价执目 我们所说的 它每月实际完成的工程量 它可以进行目标控制和控制 进度它的依据 好 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 再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月为什么只付了10万 没有付40万 它是因为总价值目 合同中1月1号的工程量 是除变更外 就是最终支付的工程量 这时候我这次总价是200万 我前面已经付掉了你40万 还有50万 50万 50万 我已经付掉了190万 总价值目 1月1号合同中价 就是你最终支付的工程量 我前面已经付掉了190万 最后不管你干多少 我就还剩下10万没付 我就把最后10万把它给你付掉去了 所以最后给你付10万 是因为总价值目 除变更外 1月1号合同中的工程量 就是最终结算的工程量 所以这个实际上已经很为难了 好 这是立题3 我们现在讲到这样 下面讲一下立题4 立题4 这道题真的比较难 这道题这样讲的 招标5 关于总价计量以支付 下面是说法 原权1到原权5 原权1 从价格调整以策 总价值目 计量以支付 以总价为支付 不得调整 这是一道 胡说八道 一言正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我们的总价值目 不应价格调整而调整 这个题目 B跟 B R3 R4 R4 大家看一下 这时候我看一下 原权是在哪里出发 这题目考得特别不难 总价值目的工程量 是承包领域结算的最终工程量 哪里都出了 少了一个除变更外 他少了一个这个东西 这道题目是15年一见的案题 有一定的难度 好了 通过四道题目 我们将总价值目的题目 讲完了 讲完之后 基本上考的方法面 我们就要全部讲完了 好 总价值目讲完之后 先讲一下 考点8 预付款 预付款三道工 三道题目 一题 我们没把它全部展示 我只考虑 ABCD 分别是 1012 1415 18年 这几条题目 完全一样 好 再看立题 立题上是12年一见的模板题 这题目在前面金奖哥给他讲过 但今天我要给他换一种方法去讲 那题目我就不见了 金奖哥讲过 可以翻到金奖哥 如果不清楚的同学 翻到金奖哥来看一下 这条题目我给他换一种方法去讲 在本题当中 合同总价2800是字母S 预付款10% 280是字母A 什么时候开始还钱F1 是20% 什么时候还完钱 F290% 其中 前12个月 C1R 也就等于C1到12 不但不只要前12月 就前面 所有的干了 R32的活 我就可以算到R1R 最后可以算到R1R 它在当中 算到 它是 266万 264万 当然这个题目还是把它改一下 这个时间还是把它改一下 这样就可能我更好书写 这样我更好书写一下 这样R11就是266 那这时候R12等于多少 R12我们前面说要套两次公司 先给他讲一个快据方法 套一次公司就可以了 怎么套一次公司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算一下 因为合同总价是2800 它这个公司有效要放在公司在560 到2800减调2008 是R520之间 如果等一下这个累计款 合同累计完成 在560到2520之间 这个公司就有用处 但如果一旦这个数字 累计款超过这个数字 这个题目就 这个公司就没有意义了 而在本题当中 C11是等于R4R 那么在本题当中 C12就还等于R4R 加上110上 加上8上 加上200多 我就算加200了 加200的话 这它就等于R6RR 远远超过了R520 超过了R520 就说明等一下第二次套公司 这个钱一定会多还 所以这时候就不用再套这个公司了 我们只需要这样来 抓住这种范围 它超过了90% 等一下 之后这个公司就套得没有意思了 所以这时候就不用再算这一步了 这就只需要你借多少 还多少钱 这种会计的方法 这对前面一个补充 我这套前面要讲过 我就再重复了 好 再看18年一件的安利亚 这个题目跟前面完全一样 再动手自己去做一下 那因为这个东西在金讲了 讲了很多遍了 这面就再重复了 好 这是关于预付款 然后 再用一步 关于预付款 更加热